各位父法信徒 各位佛光人 大家吉祥 我们因为疫情呢 得以在道场共修 我想这是非常幸福的事 代表我们身心都非常的健康 也因为有道场 我们心灵得以安顿 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世 能够遇到新大师最好的福报 今天呢 要跟大家共修的题目是 人间佛教的自心使法 用喜舍对自签议 我们都知道 佛说一切法 为自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佛陀讲了八万四千的法门 在说法四十五年里面 有非常多的经典 这些经典呢 都只为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治疗我们的心里面的毛病 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毛病 有非常多的毛病 我们从贪 撑 吃里面 都是我们心里的毛病 今天讲到用喜舍对自签议 签议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总是身边有一些非常贪小贫义的人 非常吝啬的人 他不只是行为上的吝啬 有时候连嘴里 有时候连行为上都是吝啬的 所以呢 在大师的自心使法里面 迁滩呢 那怎么样能够来具体的 能够消除改变这样的习气 在还没谈到大师的想法之前呢 在佛陀有没有正式呢 对于迁滩这样的部分呢 明显的讲出人的心态 以及心里的疾病 因此我们就要来谈到药师经 药师经里面的经文谈及 耳时世尊复告曼书师利同子言 曼书师利有诸众生 不是善恶 为怀贪孕 不知不失 即失果报 愚痴无智 缺于性根 多具财宝 勤家守护 见其者来 其心不喜 色不获疑 而行诗时如歌声诺 甚深痛惜 富有无量千贪有情 及知知才 于其至深 尚不受用 这一段药师经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 当你跟他请他布施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像割身体的肉一样 这么的痛苦 即便他有 他也不愿意给你 这样的人是缺于什么 缺少了善根 也缺少了智慧 他非常的愚痴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乡下 邻居有一个老人 在他的房子前面 有一棵芒果树 很特别的是 每次这棵芒果树成熟的时候 他就去摘这些芒果 但是他一个人 是一个孤独老人 但是他非常的牵运 他不可能布施给别人 所以他就将他收成的芒果 吃不完的芒果每天都在门口的外面晒 那希望做成芒果干 他就这样子年复一年的收芒果 年复一年的晒成芒果干 直到有一天他往生的时候 那社会局来协助他 左邻右舍也来帮助他 发现他整间房子里面 全部都堆满了芒果干 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 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深刻的感受到 这样的孤独老人 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芒果干 因为他非常的贫困 他害怕失去 他原有的财产 可能就只有这样子的一棵芒果树 那我们从这样的过程里面 可以用佛法的心 同理心去理解 当我们遇到牵引的人 是不是他的成长背景 以及他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缘 我们如何来改变他的习气 以及转念他的一个性格 因此在训大师人间佛教的自心实法里面 他就谈到 布施是需要练习的 那透过这样的练习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习气 转而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从不欢喜到接受 从接受到给人之后 让自己心生欢喜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必须透过团体的力量 乃至自己不断的自我进化 我们每次在会中式的时候 那法会结束 那可能走到大门 都会看到有为了见识义脉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心里想 我需要买这些东西吗 家里面不是都有了吗 但是呢看到四个字 见识义脉 这个义字呢就是什么 升起我要布施的心 我能够见起道场 尽一点心意 让大家能够之后有更大的地方 更好的地方 能够来弘扬佛法 这时候你会去练习 买这一些你原本家里面 可能已经有的东西 慢慢的透过师兄师姐的招呼 透过法师的赞叹 会觉得你非常的发心 以及呢你非常的行善 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呢会升起来 那我想慢慢的透过每一次 旁人的赞叹以及你的供养 你呢等到有一天看到寺庙 建起来的时候你心生欢喜 所以呢喜舍呢是可以对视我们的签印 在信任大师呢 每一次的弘法过程里面 总是不乏有人问大师一个问题 师父你这么贫困 但是呢却能够这么样的弘扬佛法到五大洲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让你的佛教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大 而且跟随你的人越来越多 大师呢常常呢将功德呢回向于大家 所以呢我要谈的是大师的密恨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来 幸运大师推行了好苗子 那好苗子呢就是师父觉得有一些 非常优秀的孩子 但是家里面非常的贫困 因此呢透过云水书车上山下海 找这些贫困但是勤奋的学子 能够把他们改善他们的学习的一个环境 大师用他的能力呢 不断的写一笔字 那成立了公益信托 来支付这些学子的读书 那以及他的生活的全部的照顾 这些孩子呢在一次跟大师的见面 两次跟大师的见面 他们问师父说 师公你给我缴了学费 又给我在学校能够三餐温饱 而且还有宿舍以及课后辅导 给我了这么的多 以后我要怎么样的报答你 大师呢他说你只要好好的读书 未来做好人 报效国家贡献社会 就是报答我最好的方式 这些话讲完之后呢 过了不久 可能还是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 从二年级升到三年级 每一年他们会给幸运大师写信 在信里面呢他们跟大师说 师父谢谢你能够让我改变环境 好好的学习 我希望有一天我长大之后 也能够学习你一样 未来赚很多的钱 帮助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我从你的身上呢 看到你对我们的好 能不能也影响到我自己 未来对其他人的好 大家别忘了这些孩子 都是来自贫困的家庭 是什么样的力量呢 改变他们的牵硬 以及他们内心生活上的不足 原来是师父的无相不失 给他们的至尊 给他们的欢喜 给他们的安心 慢慢的潜移默化 他们自觉的思考 我可以呢 未来去帮助别人 我想这是信里大师呢 在布施里面 他的喜舍 他在舍得的部分呢 他不只欢喜 而且不求回报 那透过这样的身教 影响了这些贫困的孩子 我想这就是喜舍 对自牵硬最好的例子 信里大师的人间佛教 是使用的生活的佛教 也是使用的心法 更是自负之道 我想我们也要改变 我们牵硬的心 唯有靠在道场一起共修的力量 道场常常带领着我们去扭转 我们原本没有发现的习气 这些习气可能是嫉妒 可能是自私 可能是牵硬 可能呢 是呢 自己呢 的眼界 以及自己的心里面 非常的狭小 那跟着道场里面 总是有供修 总是有淨灘 总是有推广人间福报 总是有看人间卫视 总是有行山好运动 总是有呢 到处去帮助别人 事实上每一次的活动 它不是一个活动 它是一场呢 自我进化的一个法会 我们总是在道场的活动里面呢 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 我们慢慢的知道 给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欢喜 因此人间佛教自心实法 如何用喜舍 对质牵硬 幸运大师呢 也给我们生活中 非常好的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 也就是人间佛教修行 最重要的是给 给人欢喜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这个给 就是在对质我们的牵硬 我们从一句好话 一个笑容 我们从一个服务 一个参与里面呢 扩大我们的生命 以及广结我们的善缘 所以幸运大师呢 不断的让我们 从日常生活的修为里面 以及呢 在道场的活动 佛光会的活动里面 扩大我们的心胸 也对峙了我们的牵硬 在艺术界里面呢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敬重的艺术家 他是林正隆老师 他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陶瓷艺术家 我每次看到他的形影呢 我都非常的感动 有一天呢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聊起另外一个艺术家 这个艺术家呢 我在二十几年前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台北的佛光影美术馆 当时候我帮他做了一个展览 也就是大碑出像图 我希望透过他的大碑出像图的观音法像 能够让一些人了解观音菩萨的一个形影 这个艺术家我十几年没见面了 突然间呢 我跟林正隆老师问起 他告诉我说 他已经往生了 我心里面很震撼 我问了老师说 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走的呢 老师说呢 他后来因为感情的事情 那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之后就生病了 生了病之后呢 那在精神上出了一点状况 那除此之外 常常在半夜的时候 会打电话给我 那这个林正隆老师说呢 他常常在半夜的时候 接到这个艺术家的电话 这个艺术家呢 就会告诉他 我明天呢 要画什么 老师你帮我准备陶板 让我画画 林正隆老师呢 就说好 过了几天呢 这个艺术家就打电话 给林正隆老师 那就说呢 我不想做这个东西了 我想呢 要再做什么做什么 你能不能呢 再帮我准备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呢 林老师呢 也说好 这艺术家呢 跑到林老师的工作室里面呢 做这个做那个 林正隆老师呢 都陪着他做 一直到他往生 当时候我听完了以后 内心呢 充满了疑问 我问林老师说 老师他不是精神出了状况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陪他做这么多的创作作品 而且你也知道他所创作的作品 也不见得能够展览 甚至呢 他能够在像日常以前的正常的生活的方式 再去推广他的艺术 林老师讲了一段话 他说我知道他生病了 这时候他的亲人都离开他 他的朋友没有人愿意理他 如果我能够陪他走一段 让他的生命呢 能够得以安稳 让他的情绪得以放下 我想这是我能够对他最大的帮助 在林老师的这段话里面呢 我深深的感觉到真正的菩萨是什么 菩萨是当你知道众生有病 你能够陪伴他 陪他走一段 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行菩萨道 所以林老师的事迹里面 让我想起了佛教里面的慈悲喜舍 真正的大喜大舍的一个精神 我想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情 去面对这么严重生病的人 那你能够陪他走一段 你的修行的境界 也真的是向上提升了一大步 所以如果今天法会之后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比以前更大方 愿意说好话 愿意给人笑脸 愿意布施 愿意能够帮助别人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学佛路上的资量 慢慢的提升 也希望自心使法的对峙 那能够从经典里面 对峙我们自己的习气 从贪嗔痴里面处理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安乐 祝福大家法喜充满 希望疫情过后 我们能够早日以法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行 考虑 考虑 托转